他受到新中国领导人高规格的领域 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亲自到机场接机 然而长几何时 他还是共产党战犯名单上的一员 他与蒋介石一劫金蓝 几十年恩怨纠结 究竟什么原因让他和蒋介石最终分道扬彪 两个人的矛盾 他就计划到什么程度 可以说就到你所活这个程度 国民党败退台湾 他却选择滞留美国 什么原因或是这位龙马一生的老人 宁愿漂泊异国他乡十六年迟迟不归 不管台湾怎么跟他高手 他是不可能回来的 敬请收看天涯共死时系列节目 台海记忆 李宗仁回来 今天我们的现场为您请来了三位嘉宾 他们是来自浙江大学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陈鸿明教授 还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荣维木先生 以及来自台湾中心大学的教授李军山先生 有请三位 欢迎 请坐 1965年7月20日 北京机场的跑道上 站立着周恩来 彭真 贺龙等国家领导人 各民主党派的重要代表 以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等 共111人 他们正在等待一位即将到来的特殊客人 11点 一架从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飞来的专机徐徐停稳 前提上走上的这位特殊的客人 就是居住海外16年 曾被中国共产党列入战犯名单的 南京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 随同的有他的夫人郭德杰和秘书程思远 在停机坪上 经周恩来介绍 李宗仁才注意到 前来接机的人群中 甚至有中国的末代皇帝普仪 看到机场上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 尤其是见到许多昔日的老朋友 李宗仁百感交集 今天李宗仁 是您 亲爱的同胞们 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 我已经从海外到移民中国的怀抱里来了 李宗仁到底有什么样的过去 让他获得如此高规格的领域 李宗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他在国民党当中是属于一个什么样分量级的人物 在国民党中 他是一个地方实力派 他起家是从北伐的时候起家的 当时摆伐的时候 蒋介石 延细山 彭宇佳 李宗仁他们四个集团之一 共同完成了对北洋军阀的战争 取得了北伐的胜利 国民党统一全中国 所以就说这个摆伐是一个 他们共同完成的 如果我们就把这个共同分成四分的话 李宗仁是其中的贵系 占了四分之一 他们在国民党里面的分量相当的重 而且贵系本身在历史上渊源 广西人比较团结 所以他们比起其他的地方实力派 贵系本身很团结 而且有理想 有政治抱负 这和别的纯粹支持 只是知道运作军队来打仗的995服 有点不一样 所以李宗仁是一个又会打仗 又有政治头脑的这么一个人 其实李宗仁从整个所谓的 国民革命军的行程的时候 他已经是其中的一个军长 所以基本上他跟蒋介石的事业 几乎是相始终的 就等于说他们是一起从广东出发 那我觉得李宗仁有一个比较 比其他的政治人物来的高超的地方 就是他能够协和各派 就换句话说他不管是他在北伐的途中 或者后来他反蒋 然后最后呢在抗战前夕呢 又开始跟南京政府合作 然后还有整个抗战期间 他其实跟各派都尽量是采取一个合作 然后大家呢 我们说求同存异 那这样的一个态度 1924年5月 城贵系军罚陆荣亭与沈红英 在桂林交战之际 李宗仁与白重席 王少宏领导的广西讨贼军 联合沈红英打败了陆荣亭 1925年初 三人又发动讨伐沈红英的战役 从而一举统一广西 李宗仁一跃成为新贵系的领袖人物 1926年春 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 身为军长的李宗仁亲赴广州 策动北伐 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 主动登门拜访 这是两人第一次会面 事后当白重席问起李宗仁 对蒋介石的印象时 李宗仁却引用了一句古话 共患难义 同安乐难 北伐初期肩负指挥责任的蒋介石 对李宗仁颇为慷慨 尽管当时条件十分困难 蒋介石还是主动拨给李宗仁 大批军需物资 同时不忘提拔李宗仁的亲密战友 白重席为北伐军代总参谋长 1926年的8月 北伐军打到了湖南 这一天长沙的夏天显得异常炎热 李宗仁去蒋介石的军部聊天 十年39岁的蒋介石忽然询问李宗仁的年纪 李宗仁说他正好比蒋介石小四岁 没想到蒋介石竟然主动要和李宗仁交换蓝谱 俗称换帖子 蒋介石赠送的蓝谱上面写有蒋介石的生辰八字 还有几句誓词 一属同志 勤妾同胞 同心一德 生死几致 落款是蒋中正 妻子陈杰如 总司令要和自己结拜兄弟 这让李宗仁颇感意外 几天之后 蒋介石一再催促李宗仁换帖子 李宗仁只得照葫芦画条 给蒋介石回了个帖 落款李宗仁郭德杰 蒋介石之所以和李宗仁一结金蓝 看中的恰恰是李宗仁背后贵戏的强大实力 他们贵戏内部的特别是李宗仁 白宗仁 黄照红 黄雀淑 他们四个人 一里一白 两个黄 非常的团结 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抱团 这在国民党的那个 非蒋介石实力的那个 金石集团里 也非常少见 特别是李宗仁的白宗仁 他们两个人 差不多是一个游泳 一个游泳 特别是白宗仁 好成小铸鸽 所以他们直接相互配合 相得一张 就整个贵戏 这个实力一直很强 我们前面讲的四个师力 四个集团军同时起家 那蒋介石这支当然不说 非常大 另外两支到抗战之后 基本也没有了 这只有贵戏 反正通过抗战之后 力量更加强大 所以这样的话 他在战后的时候 可以跟蒋介石继续叫板的这个 这个就是实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拥有超群实力的贵戏 越来越成为蒋介石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两人之间的矛盾 也逐渐公开化 1929年3月26日 蒋介石指责贵戏 威胁中央 下令讨伐 很快 在战场上 蒋介石利用收买离舰等种种手段 分化瓦解贵戏军队 李宗人白重启 辛辛苦苦建立的第四集团军 被蒋介石瞬间消灭 蒋介石以叛乱党国的罪名 开除李宗人党籍 免除本兼各职 1929年秋 李宗人返回广西南宁 组建护党救国军 自任总司令 此后 长期盘踞广西 继续与蒋介石对抗 三一年就是这个 九一八事变以后 蒋都是被迫下野 那么贵戏在这里面 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到了1936年 又发生了这个 叫梁广事变 梁广事变也就是反蒋化 要抗日 一直到这个 全国抗战这个局面形成以后 这个礼仪和蒋开 才开始有个合作 在整个抗战期间 包括像冯玉祥的 冯玉祥的西北军 包括像 那个阎锡山的 所谓的靖衰戏 其实都开始在走下坡 可是呢 贵戏呢 一枝独秀 那等到抗战胜利以后呢 李宗人人到了北平 在北平坐镇的时候 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 史书维登 史书维登对李宗人的印象也很好 所以我觉得李宗人 他的一个 在当时来讲 相当我们说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的地方 就是他跟各派都能够相处 包括当时他的第五战区 第五战区当时也有新四军 他也跟新四军有一段 相处的一个时间 所以五战区的时候 抗战的时候 非常有名 国共合作 大概也是那个时候 在五战区体现的特别的重复 太尔庄会战 我们知道 就是太尔庄战区 李宗人之后 1938年3月 徐州城内一片死寂 人心惶惶 身为第五战区 司令长官的李宗人 每日清晨和傍晚 都要骑马到徐州的主要街道 去巡视一番 表面悠闲的李宗人 心里十分明白 要以十几万杂牌军 抗击日军 无异于堂毙挡车 4月3日 位于徐州要塞的台尔庄 已经有三分之二 被日军占领 司令仲 给李宗人打了电话 再这样打下去 部队就打光了 李宗人严令死守 怕深知胜败 再次一举 于是下令 组织赶死队 深夜逆袭日军 打破敌军 扶晓攻击的计划 并催促 贪魔部队救援 第二天凌晨 李宗人搭车 赴台尔庄郊外 亲自指挥对敌 歼灭战 强弩之末的日军 四处逃散 台尔庄大姐 取得了歼灭日军 两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李宗人因此名声大震 他被民众看作是 国民党内抗战的象征 声望不断高涨 1943年9月 蒋介石名声暗将 把李宗人从武战区 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驻汉中行员主任 后又调任北平行员主任 实际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贤职 但是李宗人和蒋介石的 明争暗斗 并未因此而结束 他和蒋介石的这个和和分案 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 就如果大敌当前的时候 比如要打北洋军法的时候 敌死百八 他们合作得很好 然后这个抗战 民族危机 他们合作得也很好 两个合作无间 但是等这个局面一度过之后 只要但凡碰到分利益的时候 享受战略生活的时候 就都有力 所以李宗人和蒋介石的 那个分和和 好和坏 就是完全是相始终的 他们之间没有什么 大的这种选择 蒋介石一辈子 三次下业 每次下业都有贵系 在后面做 最大的这个派 就都是贵系 所以这个他跟蒋介石 这个分分和和 就是一个利益的 利益的 有共同的敌人的时候 如果没有共同的敌人 我们现在就开始 要分享这个胜利成果的时候 大概就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战争结束以后 这个蒋和李的这个毛铺 他又出现了 比较代表性的 就是1948年的这个竞选风波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国共内战爆发 随着局势的变化 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的矛盾纠葛 终于走到了决烈的边缘 1946年5月5日 国民政府从重庆 环都南京 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军府出席大会 其威望空前高涨 此时的蒋介石开始暗自谋划 用行宪国大的方式 推选自己当总统 然而这一看似顺当的动意 却随着国共战场上 国民党的节节失利 逐渐变了味道 于是1948年4月 众人瞩目的这场总统选举 就成为蒋介石和李宗仁 走向决烈的最后关口 蒋介石不同意 他竞选 但是他要那个行宪 行宪年吧 他从这个道理上他说不通 李宗仁他竞选成功了 蒋介石这个矛盾 他和这个整个中国这个局势 他欠了 就是国共两党 这个战争 这个国民党呢 他已经处于这个下风 非常的就是危险的这个情况 48年的年底和49年的年初 就是三大战争开战 这个时候呢 蒋介石政治上的虚拥 就要把那个同志 推到前台 推到前台 就让他和这个共产党来谈判 另外当时这个美国呀 对于这个蒋介石 非常的失望 就是这个 当时美国的驻华大使 这个斯图雷登 就给国务卿马歇尔写过报告 就说这个蒋介石 他现在是不行 比较看好的就是李宗仁 换人换党 看看能不能 就是这个拯救我 就是国民党的这个 这种系统的政权 因为美国他不希望 就是共产党取得胜利嘛 是这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就非常微妙 蒋介石也是通过苏美龄 通过其他的人 要求美国要给这个 中国国民党的这个援助 美国他就不答应了 于是这两个人的矛盾 就蒋和李这个矛盾 就有很多这个外界的原因 就造成他们就是这个 有利益上的这个冲 关键的总统选举 拉开序幕 1948年4月19日 蒋介石以2430票 顺利当选国民政府总统 与没有悬念的总统选举相比 副总统选举却波澜起呼 激烈一场 当时竞选副总统的人中 孙科和李宗仁 是热门竞选人物 蒋介石看好的副总统人选 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 在他看来 孙科手无一兵一卒 不会对自己形成威胁 然而此时任北平行员主任的李宗仁 却当仁不让 携夫人郭德杰和竞选团队 到南京高调参加竞选 由于各派系展开激烈争夺 许多对蒋介石不满的人 都将票投上了李宗仁一遍 最终的结果 让蒋介石大失所望 1948年4月19日 经过四轮选举 李宗仁以1438票 压倒蒋介石支持的孙科 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 蒋介石对这一结果十分生气 不久之后 他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来羞辱李宗仁 5月20日 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举行 让人奇怪的是 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着装搭配 极不协调 蒋介石穿着中式的长袍马褂 而身后的副总统李宗仁 却一身容装 俨然是蒋介石的一位侍卫官 原来李宗仁在典礼前 从询问典礼局的于继时 蒋介石就职时穿什么衣服 于继时回答 大礼服 李宗仁立刻赶到上海 并做了一套燕尾 没想到就职前一天 总统侍卫士又传出蒋介石手谕 用军长服 虽然李宗仁觉得 军服与现场气氛 可能会不太合拍 但既然蒋介石已有指示 也只好执行 直到登上就职典礼台 他才发现 蒋介石穿的竟然是一身长袍马褂 这次典礼之后 二人的矛盾再次升级 两人的矛盾 他计划到什么程度呢 可以说就是到尼斯沃和这个程度 48年的时候曾经有个计划 沈岁他那个回忆里面 他提到 要刺杀李宗仁 刺杀李宗仁三个方法 也就是在那个 他李宗仁当时在那个复货港 南京的复货港居住 在那个他的住在外面 摆上那个烟摊啊 杂货铺啊 就监视他这个动作 然后呢 或者就是说需要的时候 又命令了 派个什么修理工啊 就是进礼宅 也行行事 通往飞机场的路 也有这个暗售 这个李宗仁的飞机 一起可以记录 去往那个汤山的公路上 也有这种 暗场一些这个暗售 就是他已经有这个 具体的部署 就是说他这个 水火不相容的 就是那个蒋李的关系 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不是简单的矛盾 非得是你死我活了 对 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后来就是讲一个 放弃这个 这个 市里的这个 是这样 就到了那个四九年 四九年那个 三大战役 那个 谣沈战役 已经结束 然后或者这个 淮海战役 打得差不多了 平津战役正在 这个开始 国民党是这个 兵败如山倒 需要一个人出来谈判 挽救这个军事上的 这个失败 这个局面 这个一月二十号 江建石就让那个 李宗仁啊 带行这个 总统的权力 江建石他就下你了 就是这样 于是这个 这个 四里的这个计划 他就 取消了 他受到新中国领导人 高规格的领域 周来等国家领导人 亲自到机场接机 然而曾几何时 他还是共产党 战犯名单上的一员 是战场 是这个 跟一种相见 就见了就杀了 他与蒋介石 一结金蓝 几十年恩怨纠结 究竟什么原因 让他和蒋介石 最终分道扬镳 两人一谋断 他就计划到什么程度呢 可以说就到 你死我活这个程度 国民党败退台湾 他去选择滞留美国 什么原因 或是这位龙马一生的老人 宁愿漂泊异国他乡 16年迟迟不归 不管台湾怎么跟他招手 他就不可能回来到 敬请收看天涯共此时系列节目 台海 李宗人归来 1948年底 辽审 平津 淮海 三大战役 接近本身 解放军 沉冰江北 国民政府 已尽崩溃 此时的美国 也对蒋介石 丧失了信心 他们把支持的目光 投向了李宗人 内忧外患之下 桂西军阀白重洗 致电蒋介石 要求其下野 甚至威胁蒋介石 如果蒋介石死不让位 那么桂西军队将退出华中 开放长江 实现局部和平 层层压力下 1949年 经过深思熟虑的蒋介石 发表元旦文告 表示愿意与中共谈判 1月16日 蒋介石到南京中山林 半夜孙中山 1月21日下午4点 蒋介石宣布 当日下野 南京国民政府 开始进入 李戴总统时期 那么李宗人和蒋介石的关系 是否因为蒋介石的下野 而有所缓和呢 李宗人他认为蒋 他虽然他下野了 但是呢 他权力并没有给李宗人 那么后来实际情况 他也是这样 这个李宗人主持的 这个国共两党谈判 一直到这个4月 应该是到4月份吧 4月2号 这个中国人民元兵过长江 在这个之前就谈崩子 他实际上太阻碍了 但一切还得听蒋介石 这个蒋介石这个矛盾 一直到这个49年 那么蒋了到了台湾 这个李呢 他没有去 其实一方面是 确实是这个 这个蒋介石 这个蒋介石有 这个女中人出来 都替对羊的这个 败局已定了 马上李宗人来做 但实际上 并没有这个挺去入围 从头到尾 李宗人都非常的积极 而逼得蒋介石下台 要把权力交给他 所以李宗人不是说 被动的就是说 让他自己是 极对要 也要上来 把蒋介石滚掉的 所以这样的话 也是矛盾激化的一方面 李宗人上来的时候 其实美国人是不利的 就换句话说 当时 据说他之所以 会心甘情愿地 接这个戴总统 其实据说 当时美国方面 也给了他 非正式的保证 就是斯图雷登他们 也认为说 李宗人上来 也许跟共产党 会有一个 新一轮的一个谈判 所以当时 事实上李宗人 他上台的时候 他还是抱着一点希望的 也就是说 在美国人支持之下 能不能真的 弄出一个第三次的 和谈或者合作等等 1949年4月 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 冲破国民党的 长江防线 一路南下 4月23日 李宗人仓皇离开南京 5月8日 到达广州 暂住在广州市区西部 营兵馆四号楼 而此时的蒋介石 就住在城东的梅花村 陈济堂旧所 这天晚上 营兵馆突然滑灯齐放 五光十色 一片灯火辉煌 一场特殊的宴会 即将在这里举行 他的主人是李宗人 宴庆的对象是蒋介石 这次宴会是朱霞华 为了消除李宗人 和蒋介石的隔阂 而掌握的 营兵馆在城西 而蒋介石住的地方 住在城东 宴会那天 蒋介石还没出动 沿途就布置了便衣队 严密警戒 而到了营兵馆 蒋介石的卫士 把兵馆重重围住 只怕发生意外 对于这次宴会 李宗人也下了一番功夫 请来广州最好的厨师 还专门准备了 广州名菜 龙虎豆等 在蒋介石的许多随缘中 李宗人看到 在里面穿穿叉叉 忙个不停的蒋经国 然而到入席时 却不见蒋经国前来吃饭 这让李宗人心里 颇为诧异 1904年7月份 蒋介石到广州去了 蒋介石当然生活 比较朴素一点 到了广州时候 李宗人说 实在广州 广州的厨子菜做得特别好 虽然那个时候战局这么乱 还得请个厨子 请你吃顿饭 所以蒋介石就答应了 因为那个时候 蒋介石因为这个战败 对周边的人都不相信了 所以只相信蒋经国 去那里就带着蒋经国 吃饭的时候 开席了 李宗人说 经国怎么不在 就请他来 然后蒋介石说 不管他 我们不等他 我们就开始吃 所以就一直吃 吃的过程中间 李宗人就一直想 这个蒋介石怎么一直没来 然后后来他才听说 蒋介石一直在后面的厨房里 就害怕 下毒 对 太下毒 等监视这个 整个超货的过程 全部的流程 那这件事情呢 蒋介石日记 当然没有 蒋介石日记 今天晚上八点钟 付宗人 这个德林宴 然后十点钟结束 回到哪里 这件事情 假如说是 以宗人演绎的 但是他 这个东西 就是说 他这个合理的想象 就是这件事你看得出 李宗人和蒋介石 这个心结有多重 就是彼此之间 就是相互戒备 相互戒备 都已经很厉害了 在广州 李宗人和蒋介石 大吵一头 因为什么事情 怎么回事 就是因为那个 拜局法已经定了 要总结一下经验 这个李宗人 就是指着蒋介石 就说他这个 怎么怎么不好 怎么怎么巴护 怎么怎么影响了 我们的这个势力 说你下野了 你下野你就是一个 不应该再 指手花钱 对他特别 而且隶属 他历史上的 这种巴护的事情 李宗人和蒋介石 最后一次见面 是八月份 八月份见了一面之后 就被王不见王了 蒋介石到了台湾 李宗人就在 这边指挥 那个时候两个人 吵得很厉害 彼此不见 所以蒋介石就说 我们要讨论事情 所以他就约 李宗人大概 十一月份的时候 在重庆见面 那个时候国民党 牵过去 在重庆见面 李宗人就坚决 不肯跟他见面 他那个时候 他知道 蒋介石去了 一定是逼他 要下来 要干嘛 所以他就坚决 我只要不跟你见面 你就让我没招 所以他就跑到柜林去了 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在北京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随即 人民解放军两个兵团 兵分两路 突破国民党军队的越北防线 国民党军政机关 仓促彻离广州 11月底 继南京上海之后 桂林重庆 相继失守 南京政府 牵制成都 12月5日 身为代总统的李宗人 不顾蒋介石 寄予厚望的西南半壁江山 以求援为名 飞往美国 李宗人为什么也没有留在大陆 而是去了美国 他和共产党关系也是非常的不好 那他历史上那个反共 他还比较稀奇 比如说412政变 412政变 这个桂西是从头到头参与的 再比如说412政变之后 在广西 李宗人这个搞了一个清党 也杀了不少共产党的人 那么内战爆发以后 这个李宗人啊 他对这个 内战他是属于一个强硬的派 他和白崇斯都属于一个强硬的派 就是要军事上 要努力的作战等等 那么这个共产党 发布的战犯的名单 蒋介石是1号 这李宗人就是2号 这个李宗人他不能他掂量一下 有在大陆 有危险 也是个也是个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 李宗人选择了去北 1949年12月10日 在解放军的笼笼炮声中 蒋介石乘坐的美龄号专机 从成都撤至台湾 同月李宗人携起到美国后 被诊断为患12指肠炎 实行手术 康复之后 他仍然滞留美国 迟迟不归 此时 国民党政府名义上 行使总统职能的人 仍然是身在美国的李宗人 蒋介石虽然能够操控局面 但却没有合法的名分 围绕总统之争 两人的政治角力 从台湾一直延消到美国 蒋介石三番五次 劝李宗人 让出代总统职位 但李宗人 就是不让出总统宝座 之后的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就是因为 代总统是在他身上 蒋介石只是一个总裁 国民党的总裁 什么都不是 所以现在的麻烦就是 蒋介石想要回来做总统 做总统最好的解套的方法 是李宗人自己来拥戴 当时行政院从广州 搬到重庆10月份的时候 其实李宗人曾经主动提出 要蒋介石回来做总统 他愿意把代总统的位置取消 让给蒋介石 结果10月的时候 蒋介石还不肯 蒋介石考虑来考虑去 他也不敢接 可是李宗人到了香港之后 就铁了心了 他就不肯让了 所以他后来是 顶着代总统的光环 飞到了美国 而且也是以代总统的身份 去建了当时的杜鲁门 所以当时顾维军也很尴尬 因为顾维军是驻美大使 他不得不接待这个代总统 所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李宗人是愿意把代总统 等于都取消掉 让蒋介石复位的 结果等到蒋介石真的想复位 在台湾他想复位 他想复行事事的时候 李宗人就不愿意配合了 所以两个人越闹越僵 看着李宗人的回忆录 就是他 他便不想让 不想让就没 我觉得他从来没有想让 反正总之前他既没有摧位 也没有资争 因为他这个 因为他就 好过我预裁当上 你看我费到那么大劲 我怎么能轻易撒手 对对对 他到了美国 前几年他还进入这个事 然后像白冲洗 他们就给这个李宗人写信 当然也是蒋介石受益的了 就说你回去 请蒋介石付出 然后你可以仿照林森 做这个国民政府主席 李宗人他迟动 这个情况肯定是不好 他就是有那个张学良的 那个前车之鉴了 你这个他回去以后 他就被控制了 不惜了 那么这个李宗人啊 他实际上1954年 就是他这个代总统 那个赤路 才从这个法律上 给他接触 在这之前他还是 就是不管他 有没有这个实权 他还是一个代总统 起码这个名字 还有这个名字 李宗人的代总统名义 在台湾很快遭到了重重的责难 1950年1月20日 台湾监察院致电李宗人 促起反台 李宗人则继续称病不归 2月14日 监察院在电李宗人 指责他滞留美国 摇领国事 领位此向国大提出弹劾 李宗人自己去美国之后 又不回来 当时的李宗人 总统府的秘书长 叫邱昌卫 这个人 李宗人走的时候都说 我走了以后 总统府的事情 全部交给他了办 李宗人走的时候 害怕蒋介石 他说你走了 复职 他说我现在工作安排得很好 行政院有延西山负责 总统府所有的事务 有邱昌卫秘书长负责 然后军事上是有参军长负责 全部都安排得好好的 这个人是李宗人最相信的人 他帮助李宗人出了很多话 但是到最后 他给他老婆写了一条 他说 这个李宗人做这个事情 既没风度 也没张法 然后一走两直 撂这个摊子在那 而那个时候 蒋介石坚持在重庆 守在那个地方 等这个解放军的 已经把机场派包围的时候才走 这个时候两个人 做事的高下 意态 过去很多人 就是李先生下面的人 这个时候都觉得 人员做得太不对了 而在贵系集团内部 也逐渐开始意见的分化 早在1949年 李宗人离开南宁之后 白崇喜及飞往重庆 面见蒋介石 并随其迁往台湾 而黄绍红则在北平谈判之后 去了香港 并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 后到北京 出席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 曾经共患难三十余年的 贵系三巨头 至此各奔东西 天各一方 白崇你这个时候 确实是认为 李宗人没有担当 我们好不容易 大家一起把讲解 拱下来了 对不对 你既然做事 你好像做事 就做得挺到底 最后弄之后 全然收拾不了了 你一走两次 跑过国外去 然后叫你回来 当时蒋介石一开始说的 其实也 李宗人也有点道理 你要么回来 处政 要么你不愿意做事 你回来 你把这个交出来 你又不交 自己又不负责任 然后还不让别人出来 这个过程 当然 他站在每个人的立场 简直是不一样的 在李宗人看来 他竞选副总统的时候 美国曾对他寄予希望 把他列为国民党中 进步开明力量的代表 尤其是美国民主党 对他表现出了极大的支持 李宗人到美国的时候 民主党在美国执政 已经有连续两季 李宗人预计 民主党很可能会继续执政 然而没想到的是 自己刚到美国 站在自己对立面的共和党 就上海了 李宗人在美国这么多年 也最终没有在政治上 得到美国的这个 真心实意的这个支持 还是选择了这个蒋介石 当时的驻美大使 顾维军呢 也在这个蒋介石和李宗人 对中了 天上有蒋介石 所以他就不给他传这个话 这个时候蒋介石 已经传出来 蒋介石要复职了 所以李宗人就越过这个大使 跟美国国务卿说 我们这个李宗人啊 要走了 要回国了 要辞行了 那能不能 就跟那个杜鲁盟 见个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杜鲁盟才安排 答应给他安排一个午餐 但实际上 美国方面 3月3号的时候 就承认说 承认蒋介石是台湾的这个总统 而且说 我们不介入中国的这个事情 所以他跟当时杜鲁盟 中间 曾经有一段 就跟李宗人讲 说我们是支持你的 但是呢 这个来日方长 情况太复杂了 那这个意思实际上 就是完全一个客套的话 其实 自从他见了杜鲁盟之后 你以机会就变成一个政治难民了 1950年3月1日 蒋介石在台北总统府宣布复职 并发表复职文告 表示要光复大陆 1954年3月 台湾正式罢免了李宗人的副总统职务 李宗人的所有权利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去了美国之后 在那边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政治上就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李宗人跟台湾在之前的时候 他无论怎么样 就跟蒋介石怎么有矛盾 他那个公职还在 他就是还有 这个有可能性 就这种可能性 当然几乎没有 就是为零 但是是有可能性 他还可以回来 或者台湾那种官职的 那这个时候就等于是完全把最后一点的东西全部撕脱了 最后一点关系都展转了 那你想一个那个时候已经就是60多岁的一个老人 原来在中国那么叱咤风凛 这个观众不得 现在突然就到了那个地方去 然后呢不走外景 没有任何美国的背景 50年代60年代的中国人在美国的并不像今天那么多 非常少 也没有那么多中国的这个什么超市 对吧 那个东西 买这个中国食品都很困难 另外一个女众人当时的 他的难处在中国人少 是一个难处 另外一个那个难处是 当时女众人因为已经被台湾抛弃了 当时的华侨 在美国的华侨 或者就在他附近的那些华侨 第一本来就很少 然后碰到的人 热爱中国大陆的 肯定不会跟国民党前将 再发生什么关系 那热爱台湾的 他也不会跟 所以李东仁当时是 所有的华侨 几乎都不跟他来往 因为你又两边都不靠 但是李东仁自己是个非常 有政治抱负的国员 他一直有政治抱负和弃毒心 所以他自己曾经 当时也很多人也联络他 我们前面不讲完 共产党也不喜欢你 国民党也不喜欢你 不是还有第三势力吗 当时第三势力 在香港的那些人 又跟贵旗有关系 所以拼命想拉拢这个李东仁 李东仁自己也愿意 就很支持他们 但是他们说 那你既然你有那么高的声望 你过去的那个历史 你完全可以做一个 第三势力的领袖 那美国人也这样想 但是李东仁想不行 我如果做了第三势力 他知道第三势力 在中国是没有什么出路的 第三那道路走不通 我如果做了这个领袖 就得我把旗都走死掉了 他又一边跟那些人有联系 但是绝对不愿意 做他们的头 所以李东仁在那里 就没有任何事情做 政治上没有报复 然后经济上面 大概也很 也不是说 没有到这个 就是落寞的程度 但是也不宽怡 然后呢 他自己就完全靠他孩子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 一个附近的家庭妇女 打麻将 那你经常打麻将 然后就打电话 约他们来 有的时候输了 还不肯下桌的 不要让人家去赔 要颁本 你想象看当年一个 代总统也好 一个那么高的 军事长官呀 跟几个老头老太太 打麻将 那个桌子 你这个反差 任何人大家都可以想象出 他那个落寞的那种程度 从曾经赤大风云的抗战名将 到南京政府的代总统 昨日的风光 对李宗人来说 都已经成为了往事 刚到美国时 李宗人与夫人郭德杰 租住在纽约市郊 里夫德尔的一座房子里 因为语言不通 李宗人过着身居简出的日子 民主党人的失败 和国民党蒋介石 在台湾针对自己的举动 使李宗人一度 处于情绪的最低点 或许保持沉默 静观其变 是他当时最好的选择 然而 在李宗人内心深处 也不得不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 面对风云变幻的紧张局势 他究竟该何去何走 未经许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